大家好,我是艾瑜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一 炮手心的元神飞泵吞流二重唱活动攻略水炮射击挑战4.7活动 OK,然后今天的新活动啊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炮去打这个泡泡 那在第一个进来的时候 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新手教程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可以按二键来改变炮口的大小 然后打中间的那个红色的球 这样子打完它,它就可以把就是产生爆炸 把周围绿色的球全部爆开 然后如果炮弹不够的话就改换成小小口径 就像我这样 然后用用二键进行改换就行 然后等全屏的时候可以发现 右上角跟左下角有箱子样样式的 这个就是打它之后会有这个炮炮弹充能 所以优先先打它 大概是可以有有十二个炮弹 然后就是等炮弹满了之后呢 就可以打就是其它的气球 只要打它中间的位置就行 这个是大概是第一关的 然后今天还有开这个第二关的 第二关它这个按二键改变的镜头是横跟竖 然后默认是横的 然后把横的打完之后按二键 它这个镜头就会改成树的 就可以方便打中间这几个树的气泡 然后单单独的就可以拿横的来打 然后第二波是中间有这个被用的炮弹 然后还有移动的泡泡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等移动的泡泡到固固定泡泡 中间的时候再发射 这样子就可以两个一起打 然后第三波是也是可以先打中间的泡泡 然后改改成树的再打两边树树的的泡泡 之后第四波的话 它这个泡泡是会从上往往下的这样子心 下下下来 就是我们只要等待在下面 看差不多到的时候打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树